这场境外移植研讨会聚集了来自美国以色列与马来西亚的移植专家 马来西亚肾脏科医师加扎利·阿迈德表示 中国现在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境外移植国 但是许多病人却有严重的术后感染 而以色列移植专家雅各·拉维泽说 他们已经成功立法提高国内器官捐赠数量 也让病人不再冒险赴中国从事非法器官移植 由于民众冒险赴中国移植的趋势 马来西亚吉隆坡医院肾脏科主任加扎利·阿迈德指出 许多病人花大钱用假中国身份去中国移植 结果换来感染恶况 前以色列器官移植协会会长雅各·拉维 是以色列2008年3月通过器官移植法的推动者之一 2005年他第一次听闻 由以色列患者转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竟能事先排定手术日期 大感亚裔开始研究起中国器官移植的惊人黑幕 如今搭配捐赠者能优先获得移植器官分配等政策 以色列附近外移植总人数已经大幅缩减 去年年底台湾有3000名医师出面联署 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两心犯器官 法轮功人群律师朱婉琪表示 台湾应参照国际立法趋势 尽快定定相关法律 首先台湾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必须建立跨国性的司法管辖 第二个的话 目前关于器官买卖和器官仲介的规范不足 执行还不够有力 我们应该继续敦促政府 第三个关于中国发生强摘器官的部分 我们应该政府应该要加强政令方面的宣导 台湾从事境外非法器官买卖和器官仲介 目前人游走在法律边缘 据了解台湾境外移植病患 九成都是妇禄患器官 在中共活摘器官仍存在的情况下 立法规范更显得刻不容缓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一豪张志轩 台湾台北报道